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君老少皆宜 你有没有过这样绝望的经历 蹲坐在马桶上过了许久 却是颗粒无收 好几天没有排便 夜里负账男人睡不着觉 原本想放一个悄无声息的屁 谁知恶臭扑鼻十分尴尬 同样是排便 为什么有人能一泻千里 有人却难于上青天呢 想要明白这个问题 必须要了解便便是怎么顺利拉出来的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是便便最初的原料 当营养被小肠吸收后 剩下的食物残渣就会被捏成便便送到直肠 当它在直肠堆积到一定警戒线的时候 排泄的信号就会报告给大脑 处罚排便的功能 当便便拉不出来时 可以先排查这三个问题 出现便秘问题 首先要排查饮食 我们知道粪便在形成的过程中 水粪其实是不断地被吸走的 如果原料中的水 腺式纤维少 大便就容易出现干硬的问题 它的运输和排泄的难度会增加 只要造成便秘 所以在日常我们要多喝水 多补充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遇到水会膨胀 产生粪便的团块 刺激常蠕动 通常成年人每日需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 折合到蔬菜和水果差不多就是 一斤的蔬菜加半斤的水果 如果你吃不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直接补充膳食纤维 做我们叫做膳食纤维的补充剂 比如说我们本身是有些疾病的 比如说糖尿病会造成胃肠贪 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 也会出现胃肠主动的减慢 或者是肠脏菌群紊乱的患者 我们也会有这种便秘的情况 这时候就要提高身体的素质 治疗远发性的疾病 补充细胞必须的基础基因养 比如说一些钙质 能够调节我们这个平滑机的收缩能力 加快肠道的蠕度 同时我们要保证一些油脂的摄入 尤其是像橄榄油 富含这种油酸 能够润滑肠道软化大病 那益生菌可以促进肠内有益菌的繁殖 和调节消化吸收功劳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便秘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重点说一下 排查生活方式 比如说有没有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 有没有增加适当的运动 有没有长期压抑变异 并且现代人的便秘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 就是精神压力 胃肠道 其实我们过去叫自主 是这个神经运作 植物神经系统 那么不受大脑的 它这个平滑期不是像骨壳机一样 直接受到大脑的控制 那这个肠道蠕动变慢 变成的这个便秘 就不是说你想让它加快要加快 那这时候我们要通过放松精神压力 所以要从根本解决便秘问题 必须要了解你是什么原因导致便秘 生活上可能只有非常少的人 会因为便秘去看医生 但便秘在人群中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 根据中国慢性便秘专家共识意见2019显示 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 为4%至10% 也就是说我国约有5000万成人 正在受到便秘困扰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便秘的患病率逐渐升高 小便秘如果不解决 许多大毛病可能就会找上你 很多人都认为便秘只是排便困难 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 去判断排便功能是否健康 那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 内床上几项判断是否有便秘的指标 那么包括这么讲 就是说你排便的频次 是否是每周小于三次 你排便后是否有这种不静感 那在排便的时候呢 是否要额外的付出努力 就是很费劲 那如果上入情况要是经常出现的话 那就说明你有比较严重的便秘情况 大多数人可能觉得便秘算不上大事 感觉对身体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粪便堆积 异常发酵产生的有害毒素 被身体重新吸收 最初你可能只是食欲下降 长此以往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便秘呢看似是个小问题 但它的危害却非常的多 那如果粪便长期制造在肠道内呢 就会我们要异常的发酵 腐败 产生更多的毒素 这时候呢 我们进入体内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危害 比如痛臭啊 还提臭啊 而且你这个毒素不能及时排出的时候 身体会出现异样 比如皮肤那些痘痘啊 黄河斑啊 过敏啊 这些毒素呢 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一些问题 是吧 比如说肠的粘膜的一些炎症 是吧 出现下身的血液循环的一个减慢 容易形成我们所谓的梨状身材 或者胖肚子 那同时这些毒素呢 长期次症粘膜也会引起炎症 进一步的增加常来的一个风险 那同时因为长期的便秘 我们这个排便用力过猛 引起我们所谓的痔疮 甚至刚裂 过度的用力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是吧 咱们很多名人 是吧 都是由于排便用力过度 猝死在马桶上 很多人一出现便秘问题 就想要迅速达到 疑血千里的效果 于是乎 自行在网络上查询各种偏方 比如吃番茄液 裹倒片 以及其他血药 这些做法真的健康 靠谱吗 首先如果你有严重的便秘问题 这个一定要去医院 找这个妆科大夫 进行正规的治疗 那我们其实经常会遇到 便秘的患者 是吧 很多人就是自己吃 预备胶囊啊 是吧 咱们都知道 老百姓都知道 是番茄液 是吧 大黄 可以治疗便秘 那长期吃一段时间呢 会越吃越没用 那同时呢 我们在肠镜下呢 会发现我们叫 结肠黑便的一个表现 那么所以腺药呢 是不能随便吃的 那么吃些什么 可以帮助肠道更好的蠕动呢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医生菌 在进入肠道之后呢 会产生大量的有机酸 比如乳酸啊 乙酸啊 那这些物质呢 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软化我的粪便 使我们排便的一个 非常好的帮手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医生菌 它没有副作用 儿童啊 孕妇啊 老人啊 是都适合的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膳食纤维 它能够吸水 是吧 然后膨胀 产生这种团块 来刺激肠道蠕动 同时它有视医生员 是作为我们医生菌的口量 可以帮助医生菌 在肠道内很好的定制 增生 一提起医生菌 很多伙伴最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酸奶了 但酸奶中大部分医生菌 只能在低温下存活 运输储存的过程中 很可能已经消亡了大多数 很难保证进入肠道的菌群 还能剩多少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医生菌 才是效果最好的呢 什么样的医生菌 才是有用的呢 这里只和大家强调三点 第一点就是活 这个活呢 它不仅是指 可以抵抗运输储存的折损 吃到嘴里依然是有活性的 还要抵抗什么呀 就是我们吃进 我们消耗之后 会遇到胃酸啊 感知啊 这种碱性的消化液 我们就要选择最强壮的 你的肠道内发挥作用 第二呢就是菌量 这个量呢 不光是说我们这个产品 出厂的时候菌群有多少 而是说呢 达到终点的量有多少 要经得起路上的这些损耗 第三点呢就是效果 简单来说呢 就是通过人体的实验 可以拿个数据说话的 这才是一定道理 人体就是这样神奇 一个小小的便秘问题 可能会引发身体一连串的反应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便秘问题 可以从饮食 肠道健康 生活习惯入手 改善肠道微生态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肠道轻松 一身轻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